中国的万里长城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 近日,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惠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时 阐释了长城缘合在全世界成为中国的代名词,成为世界语境的中国符号 上世纪80年代,董耀惠决心在长城上留下人类的第一行完整足迹 筹备两年后,他和两名同伴于1984年从深海关出发,徒步至嘉狱关 508天的行程,最终集结成明长城考试一书 我们当时是要做的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徒步长城 还有一件事叫徒步海岸线,就是长城沿线它是相对贫困的地区 那么海岸线是相对富裕的地区 然后就把这样的一条线上的社会状况记录下来 但是长城走完了之后,一直到现在就没有停现走长城的脚步 历史文献记载,长城最早修建于公元前七世纪 至此后的秦、汉、隋、明等中原王朝 及北魏、北齐、金等少数民族政权 为防御北方游牧政权而规模不等的修筑长城 中国古代为什么要付出巨大艰辛修建长城这样浩大的工程呢? 一般的对长城的认识和理解都认为它只是一个军事防御工程 是为打仗修的 它具有它的军事价值作为一个军事防御工程 但实际上它更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构建农耕与游牧这样的两种完全不同经济类型 和以这两种完全不同经济类型为生产生活手段形成的民族 以及在这样的民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之间的秩序 行走长城三十余年的董耀会介绍 长城增加了游牧民族 对中原农耕民族南清掳掠的战争成本 因此绝大多数的长城地段没有发生战争 即使打过仗的地方 绝大多数时间也是不打仗的 如果没有长城呢 就是你贸易的秩序构建不起来 如果强略成为一种常态的话 最低成本的话 那就不会赶着牛羊来交换了 那在这样的一个长城实际上呢 它是规范草原跟农田 农民跟牧民之间的生产生活秩序 减少战争减少冲突的一个手段 在不打仗的日子里 中原地区的丝绸 茶叶 盐巴 与北方民族的皮毛牛羊等 通过长城的关爱互相流通 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茶马故事 贸易交流和文化融合在不知不觉中形成 所以长城是中华民族融合的纽带 长城内外是故乡 正是长城内跟长城外 谁也离不开谁 那么呢 这样的一个相互依赖性和联系性 才决定的需要构建秩序 来规范彼此的行为 然后呢保障这样的一个和平的状态 长城所代表的这样一个文化 就多元利益平衡基础上 寻求一体利益最大化的路径 这是中国智慧 这是长城文化的核心价值 在董耀会看来 长城是具有封闭性的事物 但修建长城只是为了把长城内 和长城外隔离开来吗 董耀会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封闭跟开放交往是共存的一个关系 就像高松乌龙是一样 他封闭 但他有可能进来 有可能出去 所以说他通过这样的一个手段 来解决农耕跟游牧之间的交往的秩序 那构建这个秩序的一个目的是安全 在世界上 将长城作为一项军事防御攻势 中外皆有 稍晚于秦汉长城修建时期 当时正治罗马帝国统治布列颠地区 他们修建了哈德良长城 1987年 中国长城和哈德良长城 均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董耀会表示 这是人类共有的智慧 位于北京的巴达岭长城 是万里长城的精华之一 自1954年以来 先后接待了500多位世界各国元首 政府首脑 以及众多的世界风云人物 被问及为什么要把长城建得如此坚固 董耀会说 这反映了中国古代长城修建者 世世代代都不想打仗的愿望 我就给他们讲 我说就是一个不想打仗的愿望 就是一个和平的愿望 道理非常简单 想打仗的人谁会修长城啊 对吧 实在不想打仗的 才会投入如此大的人力物力修建长城 如果是权宜之一 他也不会把长城建得如此坚固 如此雄伟 一直到今天过去这么久远了 是吧 那么今天还看着这么壮观 就是他是世世代代都不想打的 这个愿望支撑下 才会去做真实 稳定的和平的世界格局 是人类共同的愿望 董药会指出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当今 世界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各国之间相互联系 相互依存的程度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紧密 长城所代表的价值观念 即在多元利益平衡的基础上 找到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路径 这是人类智慧和文明的体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